台北市接連好幾天英語綿綿 不過陳時中前進內湖間困屈 妙口開獎破紀錄 用盡超過千名支持者 陳時中 甚至開設了第二第三線 長轉播人數破紀錄 前副總統陳建仁 經濟部長王美花 受刺鬥場力挺 寄於這個位置 不用每天在講政治口水 國際一流的首都 國際事務局要成立 主角陳時中登場 對於為何總是撲克臉 沒有笑容作出回應 前段時間有人批評我 民人這樣看起來 還是人欠我錢 但是我要說 畢竟我是經過兩年多的防疫 常常面對疫情嚴重 在決定的時候 有時候會讓人民受苦 說老小的 稍微油頭跟民 這也是應該的 我們內湖這裡 就應該要加油一下 上一次2020 這裡48% 那我們這一次給他54%好不好 接近活動尾聲 有名白色上衣支持者 太激動站起來大喊 被委安人員速度制止 仍不聽勸 最後被架禮場 這邊場面激烈對手 武黨籍候選人黃珊珊 則跟朱雪恒合體直播 本來是市長去 跟柯P同台風險過高 要幫黃珊珊助選 最棒的就是 每天翻人帶一根香蕉 他要開口就塞他嘴 黃珊珊透露10月6號 將再度騎腳踏車 在台北12區巡禮 台北市選戰白熱化 各陣營紛紛出招 爭取最大曝光度 相信我陳明浩 謝雲珊 相信小組台北採訪不到 我們可以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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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выб 我ście說 我們很安心的